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开春有到台湾图书馆参加另类交换阅读活动 顺便装扮照相吗 如果错过了 现在还可以参加飘书活动 除了好书交换之外 我们还有飘书的活动 那在我们一楼的柜台 可以取只要您有兴趣跟其他朋友分享的书的话 到我们一楼柜台六号的窗口 那可以拿那个飘书贴子来贴上去之后 就放在我们飘书区 那就可以跟其他朋友做图书的分享 现在图书馆有很多有趣的活动 静态的图书借阅 动态飘书 或是参加剑走加阅读交换 不但多元还可以满足现代人心灵的需求 大家都有拿到一张白色的姓名贴 对不对 然后这上面就有自己的姓名 然后现在我们要试着去认识不同的朋友 因为我们想要透过今天的活动 也带把祝福带出去给更多不一样的人 在今年2015年 有带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年 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阅读一般是静态的 可是它结合了一些健康的见肘 然后让社群上面的朋友 有不同的形式做交流 我觉得非常棒这样子 没有阅读的习惯吗 没关系 一回声二回熟 参加交换阅读活动等于加入社群 不但可以认识许多新朋友 还可以参加其他延伸的社群活动